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源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灾难竟然也有轮回 刘伯温的旧节碑文 与阿南德预言不谋而合 共同指出下一个大灾难地点 日本、台湾、中国 近期一定要小心这五件事 一起来听印度神童预言在众 早在年初1月13日 阿南德旧预言会有大地震 没想到台湾4月3日 发生规模7.2大地震 余震持续发生 阿南德在影片中警告 持续会有地震 火山爆发等天灾发生 小心世界各国 各有阴谋毁灭性武器的测试 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发生 受到火星、木星、月球 与拉湖的大河下还有日全石影响 地球持续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而如今 他在最新的预言当中警告世界 4、5、6月要小心五件事 不然灾难还会更严重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灾难竟然也有轮回 与千年前的刘伯温 所说的竟然有著相似之处 一定要小心这五件事 在今年1月2日的最新预言中 阿南德提出警告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 这三种 让人纠结的情况会成为新常态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会非常难熬 但是要坚持下去 印度神童曾经表示 日全石以及火星、木星、月球与拉湖大河下影响 地球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不能忽略星象带给地球的影响 受到火星、木星、月球与拉湖大河下 持续让地球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天灾、地震、人祸 食安疾病不断提醒台湾、美国、中国、日本 等世界国家注意七件事 再加上日全石加剧能量变化 阿南德警告台湾、日本 英国及世界必须要小心五件事情 阿南德向全世界示警 他当时预言从去年10月 至2024年农历新年期间 将会有大地震发生 而这正好 与元旦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吻合 他进一步解释 由于星座大河像的影响 2024年地球将面临许多挑战 相当不平静 天灾方面问题频传 阿南德警告 这是因为人类为了经济活动 严重破坏大自然导致 包括碳排放过多导致全球暖化 这是全球人民需要重视的问题 这一年 全球将遭遇各种自然灾害 包括洪水、地震、干旱 和火山爆发等气候危机 他特别强调 通膨危机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这将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 需要引起重视 此外阿南德也提到地缘政治的问题 他指出 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以及其他地缘因素 俄罗斯与乌克兰、美国与中国 台海两岸、南北韩等地区 在2029年至2032年间 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阿南德补充 战争的发生 也将间接影响到粮食供应问题 他认为这是人类未来20年内 最需要防范的问题 同时他还提到 多数人类的健康状况 会在不知不觉中恶化 他推测这可能是 由于饮食过量所致 阿南德也针对近年流行的 AI机器人做出警示 他认为随助AI的出现 人类应该提防自己变笨 才能避免被机器取代 同时他也呼吁政治人物 应避免自己的贪婪人性 以免加速世界恶化 阿南德又对未来一年 可能发生的大事 做出六大预言 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走向 自然灾难、经济、能源危机等 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 阿南德表示 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 会至少持续到2025年11月 期间于3月左右 会有一些和平希望 但不会持久 自然灾难 阿南德指出 2024年7月、8月左右 全球可能发生因火灾 空气引发的灾难 需要动用全球力量 救援经济能源危机 阿南德说 全球通货膨胀问题严重 将有大量人口走入贫穷 亦可能发生能源危机 加密货币市场动荡啊 南德名言 加密货币市场将会下跌 而未来两年半 在生能源市场将会崛起 世界危机 阿南德表示 将有国家开始大量生产武器 对世界造成不良影响 尤其是2029年到2032年 点名中国问题 阿南德称 可以遇见很多问题 会有走向东方情况 南海地区成为地缘政治不稳 他又说 中国的人口状况会再受到影响 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率 下降到一定程度 情况不是很好形容 对中国来说 将是非常严重问题 但只是短期影响 至于新冠肺炎疫情 阿南德认为 疫情会在今年完结 阿南德提 二 大方法度过危机 不过 虽然世界仍充满动荡 然而阿南德表示 无需悲观 反而是给人类反思的好机会 他建议这段时间 要注意身体健康 努力让自己进步 才能安然度过危机 印度神童预言 亦受质疑 不过阿南德预言 亦非全部成真 部分受到质疑 例如他预测 2020年 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指出参与国家为美国 伊朗 印度 以及巴基斯坦 但纵观 2020年 未有发生相关事件 另外 阿南德曾预测 2021年2月 或发生经济崩盘等大灾难 因为虽然全球股市 有大幅波动 但仍然处于高位 所以预言 这回是只供参考 另外 阿南德的预言 竟然与刘伯温所说 不谋而合 世界各地的种种现象 不免让外界 对于阿南德说过的预言 都陆续实现 感到惊讶不已 而阿南德所说的灾难 仅仅是开始 接下来 如果控制不当 还会更加严重 就像蝴蝶效应 会有连锁反应 而人类究竟该怎么办 才能应对灾难 细心的网友 看到阿南德预言爆发之后 人心惶惶 不过没想到的是 翻阅古籍惊人的发现 今天人类面对的各种灾难 以及如何平安度过 这段时期的种种灾难 早在刘伯温旧结碑文中 以详细描述旧结碑文 是这样说的 天有眼 地有眼 人人都有一双眼 中国人讲老天有眼 目前我们处在 佛家讲的末法时期 在这一段时间里 所发生的一切 宇宙 天地 鬼神 包括你我都在看住 这件事灾难的发生 天也翻 地也翻 逍遥自在乐无边 世界现在真是天也变 天候一长 地也不稳 地陷地震 火山爆发 在灾难重重的天翻地覆中 有的人却是强烈对比 能顺利平安地度过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传 看看死期在眼前 平地无有无骨重 景房寺也绝人烟 若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七世界 从这段看来 大难才正要开始 对于灾难 这里是写得明明白白的 如果真按住预言走的话 人类能留下来的比例 是非常低的 其中必预防秋冬的传染病 行善之人得一见 作恶之人不得 官室上有人行大善 急速抄写四方传 负者资买传颂 贫者抄写天下传 写一张免一难 超十张能保全 倘若看见不传颂 一家大小受罪千世界 不管贫富 要回心转意 以行善为首要 在推背图也提及这段时间 将有圣人出现传大法 要抄传的应该是圣人 所教古人讲的心法 有人看破几件事 逍遥快乐似神仙世界 看破未必只出家 而是他是修行了 务事间一切而无惧 遭了此劫不上算 还有十仇在眼前 一愁天下乱纷纷 二愁东西饿死人 三愁胡广遭大难 四愁各省起狼烟 五愁人民不安然 六愁九冬十月间 七愁有饭无人食 八愁有一无人传 九愁尸骨无人减 十愁难过诸数年 若得过了大结束 才算世间不老先世界灾难 居然有十个之多 二愁东西饿死人 粮食在绝收 真是会饿死人的 严重程度 不是囤积粮食就能解决的 不明天理不尽因果的人 将继续招灾受难 就是刚打铁罗汉难过 七月十三 任你金刚铁罗汉 除非善事能保全 警方人人艰难过关过 天翻龙蛇年幼儿 好似诸鸿武 四川更比汉中苦 大时吼如雷胜过早白虎 犀牛现出为平地狱 蒙虎世界 接下来的龙蛇年 不就是2024 2025年吗 宁可信其有且计 除非善事能保全 若问太平年 甲桥迎新竹 上元甲子道人哈哈笑 问他笑什么 迎接新竹 地上管二尺 日夜无盗贼 道谁是谁为主做中央土 人民喊真主世界 上元甲子道有从头新的意思 新的纪元的来道 迎新竹 会有新竹的出现 迎接日夜无盗贼的太平洋到来 迎前是个报 看破用不了 果然是个宝 底下列不到世界 看破切发现 钱财不是人类 所应执意追求的 磨练心性 修的才是真实的 说明钱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灾情来时 不分有钱人 没钱人 唯有修德 可让人得福分与福报 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勾 把往二十口 人人喜笑 各个平安 胆若不幸 要大难 行善之人可保全 人人可观 各个可赚 有人运送 勿取金钱 行善者可保 作恶者难逃 敬重天地神明 父母再要尽息自止 无骨尽荡 切记 世界有趣的拆字法 七人一路走 是古字 真以前上头的写法类似 下面是个人字 像是道家 讲修真 八王二十口 加起来是扇子 行善修真 保平安 大道横传 太平盛世 能留下来的 真算是得大福报了 而阿南德说 如果想要度过劫难 在视频中提出了七个方法 第一项正是信审 第二条才是提升免疫力 至于第三条至第七条 依序为 第三停止错误治疗 第四理财和投资黄金土地 第五传播正面情绪 第六注意心理健康 第七走入大自然 总而言之 不管是千年前的刘伯温 还是如今的阿南德 都提出了目前的灾难 不会停止 如果人类还不停止 自己的行为 从根本上改变 灾难还会严重 还会有更多的危机出现 而每个人应对灾难的办法 最主要的是行善 因为灾难 是人类共同的业力造成的 只有每个人都心中友善 才能够避免恶业的产生 甚至是能进一步地消除 夜里人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 灾难才能很快控制住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